我個人心目中CP值最高的沖豬系列公仔 Grandista大閱兵 我相信啦 看完今天的影片你大概心裡都有數了啦 哈囉~~歡迎來看KT叔叔公仔開箱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青龍珠所有公仔裡面 KT叔叔個人認為CP值最高的系列產品 要塗裝有塗裝 要刻畫有刻畫 要份量更是有份量 都比一番賞的公仔還要大 價格上除了幾隻比較經典的有漲價以外 大部分都只要四五百塊就買得到了 所以真的就是CP值最高的系列 那看到這邊不要懷疑馬上按下訂閱的按鈕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KT叔叔 為大家製作的每一隻青龍珠公仔相關的影片喔 好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進入今天Grandista大閱兵的環節吧 Let's go 首先我們就先從這隻黑悟空開始 這隻黑悟空 KT叔叔實際買多少錢 其實沒辦法計算 因為我是跟兩隻Grandista的霧吉塔 一隻超賽一隻超懶一起買的 我買三隻一千塊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一隻大概是333 不過這三隻都是拆擺的啦 超級便宜的 31公分高 相當的大 頭雕超級無敵霹靂還原 邪惡的樣子一覽無遺 然後整個髮色粉紅 由深到淺 整個的漸層感相當的好 髮流也相當的帥 十字鍵非常的還原 那臉部就是在側面會有稍微一點點深色一點點的塗裝 刻畫非常的棒 對於衣服的部分呢 你會覺得這樣子的價錢 這樣子的刻畫真的是非常的足夠啦 然後也有上一些些陰影的漸層啦 這一隻這樣子的價錢真的是蠻棒的 喔對 這一隻後續有出一隻黑髮的 然後是整個七龍珠Grandista系列的最後一隻 那一隻KT叔叔一直沒有買到 我Grandista全系列就缺那一隻 然後兩隻霧姬塔是賣掉了啦 因為KT叔叔買了更大隻的SMSP 所以就把它賣掉了 喔對那個什麼黑炭系列 那個我都沒有收 這一隻全新的價格 我記得應該是四五百塊就有了啦 說不定四百塊以下也找得到啦 所以喜歡黑悟空的 我覺得這一隻 絕對是CP值最高的選擇 接下來這兩隻巴達克 我覺得也是CP值超高的 我印象中應該都是買四五百塊 其中有一隻是雙頭雕 沒有錯這隻是雙頭雕 因為我的盒裝跟那個頭雕放在工作室 他現在懶得過去啦 這兩隻我覺得都是巴達克的景品裡面 CP值最高的代表 高度分別是超賽型態32公分 一般型態是30公分啊 頭雕相當的還原 真的是無可挑剔 整個膚色塗裝跟刻畫 呈現的都相當的棒啊 超賽型態 金黃色的頭髮 從根部到尾部 也有做一點點的漸層感 這部分相當的棒 黑髮的巴達克 有史考特 就是讚啦 整體讓人覺得 最銷魂的地方 就是這個肌肉線條跟塗裝啦 那個細節的刻畫 超級讚 小力送的 戰鬥服一樣有給你塗裝 哇 小力送的啦 刻畫 小力送的啦 搭開這紅色的護腕 照樣給你有塗裝跟刻畫 身上的戰鬥服下半身 因為是深色 就比較單一色 這個紅色的部分 這個刻畫跟塗裝 一樣是超級無敵PT戰的 如果你只有預算1000塊 要收兩隻CP值超高的巴達克 不要懷疑就是這兩隻了 可以叔叔買一隻四百多塊而已 有沒有 CP值超級高的 接下來是這兩隻物販 這一隻超便宜的 我在店家買現貨399 大概兩三年前而已 預購一隻360、380 現貨有一些店家賣399 有一些店家可能賣到450 這隻有30公分 那少年物販呢 它有雙頭雕 它另外一個是超賽二型態 然後手的姿勢也可以變 披風還可以拿下來 所以它等於就是有比較多的分件 這隻我買499 我們來看一下細節作風怎麼樣 首先這隻少年物販 它的頭髮有一點點珠光漆的感覺 眼神非常的到位 膚色一樣 Grandista一貫的處理方式 就是在兩邊的側面 會稍微深一點點 有一點點的陰影 這個披風超級帥的 它不是實實的白色 它是用比較灰一點點的 這樣子的漸層感 整個風格非常的強烈 披風拿下來給大家看 它的手是可以拔下來的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姿勢可以換 我在旁邊放一個圖給大家看 拿下來是這樣子 整個手臂的膚色 也是都有非常到位的塗裝處理 這個藍紫色的舞蹈服 看這個漸層是不是超級棒的 淺到深 這樣子的漸層 這樣子的戰損 還有細節的刻畫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挑剔的啦 這個就是可以自由的擺放 看你要怎麼弄 這個Grandista的少年物販 無可挑剔啦 四百九而已 前陣子還在店家看到 初青三九九超扯的 成年物販 或者是說青年物販 應該是Grandista出的七龍珠公仔裡面 倒數第二還是倒數第三隻吧 真的是超級可惜了 Grandista就這樣斷尾了 一樣的 你看它的頭雕 兩側 是不是就是有漸層 比較深色一點點 眼神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到位 這個膚色的塗裝 伴隨著它的肌肉線條 都有把這樣子的塗裝 給做出來 整個無道府的橘色 深淺色 塗裝對比 相當的強烈 欸 啊 找到稍微偷懶的地方了 KD叔叔 友誼說一 背面這邊看起來就是有點偷懶 好 對不對 欸有點明顯 如果 有剛進入公仔坑的物販粉 不要懷疑Grandista這兩隻物販 絕對 絕對是必收的 大家看 這個 三九九 四九九 有什麼好挑剔的 果然就是CP值最高的公仔系列 接下來 來到了悟空的部分了 這三隻都是經典的啦 就比較貴一點點了啦 Grandista第一隻青龍座公仔 我記得是這隻 超賽形態的悟空 這隻有32公分高 KD叔叔買拆白 我還買1500、1600 接下來我買了這隻 超三的 記得這隻當初預購 不曉得是600多還是900多 KD叔叔買的時候是買1000塊 那時候很多人在賣1000塊 現在 漲到2500的樣子 最後我是有一次在玩具店 挖寶挖到了這一隻 黑髮的 所以這隻我買全新 1200 這三隻 非常的經典 比較貴一點點 雖然說這隻沒有比這隻貴 但這一隻是Grandista整個系列的 第一隻公仔 意義非凡啦 其實看得出來 這三隻公仔 應該就是同樣的模子做出來的 就換個手臂 那當然頭雕一定都是有換啦 塗裝上稍有不同 這是第一隻 但是他們出到這些的時候 他整個塗裝的深淺色的對比感 漸層感 又更為的強烈一些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Grandista 整個系列的第一隻 超賽形態的悟空 頭髮的漆 有一點點的珠光漆 然後頭髮的塗裝 也都是有做出漸層感 相當的棒 相當的讚 整個臉部表情的刻畫跟塗裝 一貫的Grandista的做工 手臂也是一樣 沾豆腐 這個塗裝 還有這個刻畫 以前賬的預購金品 一隻賬幾百塊 然後做出這樣子的做工 難怪現在這個東東 會漲到一千多塊 看一下這隻一般形態的悟空 這兩隻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 當然是頭雕不一樣啦 除此之外 我覺得就是塗裝 這個塗裝 整個漸層的感覺更為強烈 一些細節的刻畫 好像有在多一些些 這就表示說 早期萬代在做這些公仔的時候 真的是精益求精 很多公仔都會忽略鞋子的塗裝 你看這個深淺色的對比 這個漸層感 有沒有 你看這個細膩的刻畫 是不是非常的棒啊 齁齁 小勒鬆 小勒鬆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隻 漲價漲到煩的東西 可以輸出當初買一千塊 好像是兩年前 還是三年前的過年吧 現在漲到一隻兩千五 超扯的 我們看這個頭髮 一樣有這個一點點的珠光漆 還是有給你漸層感 然後臉部這個塗裝 非常的棒 兩邊會做比較深一點點的塗裝 武道服的塗裝 風格又稍微有點不一樣 不變的是 細膩的刻畫 照樣是 給好給買 聽說當初這隻預購690 你看這樣子的塗裝 這樣子細膩的刻畫 690 你還不買爆嗎 對不對 結果現在 他已經 兩千五了 超扯的 這三隻 鬼滴茶悟空 單價稍微高一點 但是悟空 身為青龍座的主角 你收個幾隻 整個是標準比較高的公仔 做工比較好的公仔 價格稍微高一點的公仔 好像也是非常符合邏輯的事情 對不對啊 這三隻K-5個人是認為 真的是必收 接下來有四隻 自在記憶宮的悟空 分別是 自在記憶宮 頭雕啊 他這個頭髮 不是單純的黑色 表面有一層亮亮的 然後有點藍色的感覺 很特別喔 這個就是自在記憶罩 所呈現的樣貌 有一個微微的光 這塗裝 你能挑剔什麼呢 我記得這一隻 我買拆擺350 全新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5-600而已 不會太貴 整個武道服 有非常棒的塗裝 深淺色的漸層隱影 細節的刻畫 相當的讚 下半身的褲子 橘色的 然後有做出深淺色的塗裝 戰紋 刻畫 通通有 鞋子 一樣 深淺色的塗裝 都做得相當的讚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兩隻自在記憶宮 右邊是2D色 左邊就是一般色 這兩隻的最大差異 當然就是塗裝啦 2D色的塗裝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很吃擺放角度 這兩隻出了塗裝 幾乎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好像就沒有什麼好提的了 2D色的塗裝 就是這樣 一般色的塗裝 就是這樣啦 先前的影片 已經有提到過這幾隻自在記憶的悟空了 所以這也就快速的帶過 這隻就是我非常喜歡的魔改 它的鞋子 都有用這個亮亮的漆來魔改 我覺得非常的讚 總結一下 假如你想要收一隻自在記憶宮 不管是炸還是銀法的悟空 然後你的預算只有四五百塊 希望做工不要太糟 分量也要夠 不要懷疑 就是找Grandista系列了 拆擺一隻應該都四五百塊而已 高度又有30公分高 就像一開頭講的 要刻畫有刻畫 要塗裝有塗裝 要分量有分量 接下來是這兩隻小屁孩 其實它們是同一隻 然後有雙頭雕 K15非常任性的 買了兩隻雙擺 把兩個頭雕都可以擺出來 那其實這樣子仔細一看 憑那個印象一對比就會發現 塗裝上差異跟前幾隻是差蠻多的 我馬上拿一隻出來讓你們看 隨便拿一隻 不要懷疑只有是差這麼多 這兩隻蠻便宜的啦 應該300多就買得到了 K15個人是認為這個臭屁的臉 相當的還原 但是真的是塗裝上比較乏散可塵一點 然後超賽的頭雕 有一點點的珠光漆 微微的亮亮的 認真要比 我覺得這兩隻做工 就是真的是Grantisna裡面的下限 如果你喜歡霧天克斯 我覺得MSP做得比較好 K15也有蠻多MSP的收藏 有想要看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最後總算輪到了 我們的驕傲的賽亞王子 北基達超賽 魔人型態的達爾 K15是買拆白的 它有雙頭雕 另外一個頭雕 就是一般的超賽型態 K15這一隻是買拆白 好像1100還是1200 然後這兩隻2D色 我個人是覺得這隻黑髮的2D色 是做的明顯比這隻超賽好看一些 這隻超賽我記得買七八百塊而已 這一隻我買980 大家看一下 這一隻頭雕 這個頭髮一如既往的 只要是超賽型態 它就是會用有一點點的珠光漆 伴隨著這個塗裝上 原本就有的漸層感 再加上這個珠光漆 你就會覺得這個頭髮 非常的搶眼 我裝的是這個 魔人化的這個頭雕 所以它的表情 就是有帽清金 然後特別邪惡的樣子 另外一個頭雕 打耳平實的樣貌 還有皮膚 帽清金啊 還有肌肉線條啊 都有伴隨著一些陰影的塗裝 真的是蠻棒的啦 手套有一些細細的刻畫 有一些紋路 還有塗裝 都非常的棒 打耳的戰鬥服 都有在肌肉線條上 做一些深淺色 非常明顯的塗裝 破掉的部分 也有把刻畫做出來 而且這個膝蓋 陰影 也是有塗裝做出來 鞋子 刻畫 塗裝 通通有 接下來這兩隻2D色的打耳 真的是風格非常的強烈 左邊這隻KD5當初 應該是剛開始在瘦公仔 一個腦衝就給他買下去了 我是覺得右邊這隻做的比較好啊 有沒有人也有在收藏2D色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這一隻的刻畫跟2D感 真的是明顯比較好 特別是喔喔 所以認真推的話 KD5個人認為 如果你很喜歡打耳 然後你想要有一隻 魔人型態的打耳 之前一番賞有一隻 可以換頭雕 價格非天高 3000多塊買不下去的 你可以考慮這隻 Grandista系列 它其實做的 也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兩隻2D色 大家就自己看著辦啦 我覺得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喜歡的 以上就是KD叔叔 自己私心推薦 我個人心目中 CP值最高的 青龍珠系列公仔 Grandista大閱兵 不曉得你比較喜歡哪一隻 你覺得哪一些是必收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來告訴我喔 那我相信啦 如果你的收藏預算 是在這個區間的話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大概心裡都有數了啦 對不對 那喜歡KD叔叔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說說 喜歡青龍珠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專門在做 青龍珠公仔相關影片的頻道 叫做 KD叔叔公仔開銷 謝謝謝謝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來贊助KD叔叔 支持KD叔叔繼續製作 更多青龍珠公仔相關的影片啦 也可以用影片下方超級感謝的功能 給KD叔叔一次性的贊助啦 KD叔叔都會超級感謝你的 好啊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就別忘了 一樣 按讚